歡迎收聽《紳士國聽新聞》 印度近日中共病毒的第二波疫情越演越烈 確診和死亡人數連續創紀錄 醫院不堪負荷 當地火葬場已經來不及火化 但是更令人擔心的是 印度又爆出一種新的威脅 三特變 B.1.618變種病毒 新特里的科學和工業研究委員會的基因組 和整合生物學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史卡利亞說 這隻新變種傳染性更強 而且還可能避過任何類型的免疫瓶漲 研究人員認為 這隻三特變變種是從之前印度出現的 雙特變B.1.617變種染化而來 而在印度最近疫情的失控 就和B.1.617雙特變的廣泛傳播有關 據報導 在印度雙特變B.1.617變種 在印度所有感染病例激增的邦 如馬哈拉斯特拉邦 德里和哈蒂斯加爾邦等 均佔主導地位 現在這種雙特變病毒 由進一步突變成三特變的新變種 稱為B.1.618變種 除了印度之外 三特變B.1.618變種 亦已在美國、新加坡、瑞士和芬蘭等地發現 斯卡尼亞4月20號在他的推特上說 這隻三特變B.1.618新變種的最早聚例是2020年10月25號 從西孟加拉邦的一名患者的採集樣本中分離出來 最近一次被探測到是2021年3月17號 而近三個月在西孟加拉邦 三特變變種的比例顯著增加 但研究人員對該病毒株的情況還存在很多未知 據今日印度引述的一份研究報告 三特變B.1.618變種 可能在2021年1月至3月間 構成西孟加拉邦多達15%的病毒基因組 麥吉爾大學流行病學教授比爾博士在最近接受採訪時說 三特變B.1.618變種是一種更容易傳播的變種病毒 正導致很多人很快受到感染 印度總理府國家免疫研究所所長班特說 三特變B.1.618變種的傳播速度更快 導致更多患者出現呼吸困難的症狀 但與以前的病毒致死率相比 它似乎並不是十分危險 三特變B.1.618變種 缺少了兩個氨基酸H.146和Y.145 同時具有兩個次特蛋白E484K和D614G的特變 研究發現 具有D614G特變的病毒傳播更快 而E484K是南非變種和巴西變種的主要特變 該特變會使病毒表面改變形狀 導致抗體無法識別 從而降低疫苗和抗體的作用 印度國家生物醫學基因組研究所的研究員 錢那斯華美對《印度時報》說 這種三特變變種帶有很強避過免疫系統的E484K特變 那意味著即使之前已經感染其他中共病毒菌株 或者已經是接種過疫苗 也無法保證不感染該變種 據Weather.com報導 在線數據庫Gissette 顯示 B.1.618是印度最近60天中排名第三的最常見變體 已引起近12%的感染 另一方面 雙特變B.1.617導致了28%的感染 另一個測罪中經常發現的變體是英國的B.1.1.7變種病毒 2021年4月初 史丹福大學的科學家宣布確認了全美首例雙特變 B.1.617變種病毒 該變種菌株是從北郊灣區採集的樣本中發現 科學家們認為 可能已有少數人感染了這種新變種 B.1.617雙特變變種含有兩個集卷全球的L452R 和E484Q原始特變 L452R突變是加州本土變種 CAL.20C的主要突變 被認為與加州前一陣子中共病毒疫情的大規模爆發有關 E484Q突變 即是與E484K突變的情況相似 可以導致病毒被過免疫系統 印度B.1.617雙突變變種 是2020年10月首次發現 還未到半年 該變種已繼續突變到更可怕的三突變變種病毒 這個也引起更多人對中共病毒變種病毒的擔憂 除了印度雙突變、三突變變種之外 目前已發現的主要中共病毒變種 還有英國變種、巴西變種、南非變種、加州變種等 科學家們指出 中共病毒具有根據傳播規模發生突變 以及改變自身結構的驚人能力 由於該病毒傳播廣泛 它的變異也就越來越多 每個感染者都可能是發生變異的溫床 目前的幾大中共病毒變種病毒 都是朝著感染性更強 傳播速度更快 逃避免疫能力更強的方向發生變異 據報導 印度在第一波疫情之後 多地檢測中都出現了陽性抗體所佔比例超過一半以上的情況 一些地方的抗體比例甚至達到了群體免疫要求的高比例 但是 面對第二波變種病毒主導的疫情 即使是抗體比例很高的地區 似乎也未顯示出抵抗能力 目前 變種病毒病例在美國所佔比例仍較低 但是 英國 南非 印度各地的變種病毒 在這些國家造成的疫情爆發 也令其它地區更加擔心 根據疾控中心的數據 截至2021年4月27日 全美已有52個州發言超過2915宗的英國B.1.17變種病毒 有36個州發言453宗南非B.1.351變種病毒 有31個州發言497宗巴西B.1變種病毒 加州的英國變種南非變種以及巴西變種的病例 分別為1,001宗18宗和41宗 另外 加州州長扭森在2月9日說 全州目前還發言了1,200宗西海岸變種中共病毒的感染者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